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乐视城市》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21世纪的人类发动了一场耗时60分钟的世界大战 结果谁都没占着便宜 全都被一种叫美杜沙的量子武器给摧毁 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残杀 一千多年之后 以前的一座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艘艘能够在陆地上移动的战舰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产物 小黄人啊 苹果手机等等 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文物 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一些弱小的城市逐渐被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给吞并 春花拿着望远镜去观察情况的时候 突然发现伦敦这座大型的掠石城市气势凶风的杀了过来 几个三四县的小城市正坐在一块进行贸易交流 一看大事不好塞丫子都跑 跟伦敦这艘航空母舰一比 春花所在的这个小镇简直就是小无间大无物 伦敦市市长王德贝是这座移动城市的老大 胡子书是二把手 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野性莫莫 金发妹是胡子书的闺女 不仅长得有几分姿色而且人品也不错 大眼哥虽然是基层员工 但积极乐观对工作非常有热情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追逐期 春花所在的小镇被伦敦市给吞并了 当胡子书正在给新来的老百姓演讲的时候 春花上去就是一刀 春花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几年了 喂的就是提堂妈伯仇 当春花准备再补一刀的时候 被大眼哥给拦住 春花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虚晃一刀仨子就撩了 大眼哥在后面拘了定狂嘴 春花在前面跑的是香汗淋淋 大眼哥在后面追得比狗都急 很快春花被追过来的大眼哥逼到了绝路 春花刚准备往下跳 被大眼哥一把子拽过 春花说胡子书是个人面兽心的大坏蛋 我妈就是被他给杀了 春花说完就跳了下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胡子书也赶到 大眼哥说刚才春花说是你把他妈给杀了 这事是真的吗 胡子书说你知道的太多 胡子书说完一脚把大眼哥踹了下去 而这一幕刚好被龙套哥给看到 由于这种移动的掠石城市到处抢动自己来 从而引起了另一股势力的不满 那就是胡子书嘴里所说的反千尹分子 反千尹联盟的势力虽然不如掠石城市的势力大 但他们那座叫山国的城市 外面有一道又高又厚的护盾墙 很多掠夺城市曾攻打过反千尹联盟的大本营 但都没有成功 春花和大眼哥从垃圾通道出来之后 两人很快就消除了误会 话干戈文娱过了 胡子书和市长王德派一直是灭核心不合 王德派属于保守派 始终主张和谐稳定发展 而胡子书是激进派 两人经常因为意见向左而发生争执 胡子书对外宣称自己在研发新能源设备 其实暗地里正在制造一种杀生性极大的武器 而这种武器也正是当年毁灭人类的 叫做美杜莎的量子武器 金发妹找到了龙套哥 说当时你可是在县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龙套哥说是你爹地把大雅哥推下去的 而且你爹地是挂羊头卖狗肉 正在圣保楼大教堂搞过用的学道 大雅哥和春花在行进的途中 突然遭到了南方人的攻击 危难之时被张大爷和张大妈给救了 春花说我妈咪是个考古学家 她喜欢周游世界 发掘一些过去的玩意儿 而胡子书那时候经常会过来串门 跟我妈咪一起研究那些21世纪的老古董 后来有那么一天 我妈咪在迷失的美国 发现了一个量子能武器的控制系统 胡子书一看就起了贪念 抢走这个设备 同时也让我妈咪领个盒饭 我妈咪临死前把一个吊杖交给他我 我一看大师不好仨子就跑了 我脸上的这道疤痕就是胡子书弄的 你说我能不要他的命吗 为了铲除春花这个心腹大患 胡子书把一直追杀春花的 半人半机器的复活者史维克 都坚意放了出来 张大爷和张大妈虽然救了大雅哥和春花一命 但这老两口可不是什么好人 说白了 他们就是一个拐卖人口的犯罪团 当春花正在被开麦的时候 反天眼联盟的秋菊突然单枪匹马杀刀 这秋菊不仅发行着而不去 而且意高人难大 七里咔嚓把这帮坏蛋全给杀 而与此同时 复活者史维克闻着窝里杀刀 经过一番鸡飞狗套的混战 秋菊带着春花和大哥仨子聊 原来秋菊之所以救春花 是因为他跟春花的妈咪是老熟人 而春花这十几年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被复活者史维克给救 本来春花搭上史维克 等自己长大了 激起了复活者忘掉那些令人痛苦的回忆 可当春花得知了胡子叔的下落之后 为了给妈咪报仇他又改主意 对史维克这个物种来说 能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是多不容易 虽然他没心没肺 可面对春花的背叛他还是接受不了 家长这人也轴 非得把春花弄回去改造改造 随后秋菊带着大眼哥和春花 来到了反倩影联盟的阵营 而与此同时 复活者史维克也悄悄地杀刀 为了搞清楚胡子叔到底在玩什么猫腻 金发妹和龙套哥来到了圣保罗大小堂的地下室 胡子叔等人正在测试量子能武器的时候 得知消息的市长王大白出来干涉 王大白说你们在瞎捣鼓什么呢 赶快把这玩意儿给我关掉 胡子叔说你这个老封建 时代变了你该去领盒饭 胡子叔说完一枪就把王大白给毙了 春花和秋菊等人正商量对策的时候 复活者史维克突然出现了 紧接着就有一场混战 这史维克是金刚不坏刀枪不住 怎么打都死不了 大家伙一看不敢练战 急忙仨子就聊了 史维克上去就把春花给拦住了 可当他发现春花已经爱上了大眼哥之后 这整个人都不好 正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可以说战神史维克完完全全是被春花的爱力打败 而从这个画面来看 史维克来这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春花送吊坠 这个吊坠是春花的妈咪临死前送给春花的 如果想要彻底关闭胡子叔研发的量子能武器 只能依靠藏在吊坠里边的毁灭程序 在史维克的记忆中 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春花在一起的那十几年 作为一个毫无感情的物种 临死前还能想到这些玩意儿 可见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很快秋菊等人回到了他们的大本营山国 山国的总督李大白一看就不是凡人 脑门上充满了智慧 眼睛里透了坚毅 浑身上下就写了六个字 谁惹我谁倒霉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在李大白的统一指挥下 山国的舰队准备来个宪法指引 可他们太低估量子武器的威力了 第一批舰队正在向伦敦进发的时候 胡子书的第一波能量发射 转眼之间发动进攻的舰队全都成了炮灰 而与此同时 山国的护盾墙也被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刹那间生灵涂炭 大批的老百姓都领了汉 为了摧毁量子武器的程序 秋菊带着大眼哥和猪花冒险飞向伦敦 随后胡子书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发射 这量子武器有个特点 发射一次之后必须得缓一缓 等到能量充满之后 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发射 趁着这个机会 秋菊等人冲进伦敦 来到了圣保罗大教堂 成功把量子武器的程序给关闭 紧接着是胡子书跟秋菊的一场中国战 这秋菊虽然很能打 可胡子书也不是白痴犯 由于秋菊受了枪伤 最终被胡子书给杀了 胡子书一看量子武器不能用了 就准备用伦敦这座移动的城市 硬闯山国的胡敦墙 打算来个鱼丝网破 大眼哥和金发妹一静一动 配合的天衣无缝 最终用炮弹把引擎给炸毁了 胡子书一看大势不好 就让仨子跑 可是却被春花给拽捕 两人一聊春花才意识到 这胡子书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亲爹 可这时候亲爹也不好使 影片的最后 胡子书最终被自己苦心经营 多年的伦敦城的碾色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去 做人切莫太贪婪 不然以后没得还 锅里玩里都想要 迟早哪天再玩 看完